- 各位燦運朋友大家好我是節目主持人雨慧 歡迎您收看回藍熱情開講節目 今年十月份11月份最精采的就是 2020花蓮國際石膠藝術界 在我們花蓮睽違三年又隆重登場了 这也是这个世界各国很少能够坚持25年 虽然没有每年办 可是我们两年办一次三年办一次 真的这持续25年来办了 今年第12届的国际石雕艺术季 真的真的是让我们花莲能够站上国际舞台 尤其把我们的花莲的这个石雕创作的这个境界 更是拉抬到这个举世文明 那上一集节目当中呢 我们的局长有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筹办石雕艺术季的过程 那大家努力的方向 那这一集节目呢 我们很开心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石雕家 刚刚还在现场创作 衣服换一下马上冲到我们摄影棚来 在我右手边这一位呢是我们 也是很有名的重量级的 我们的石雕创作者是我们的冯朝中 冯老师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那右边这一位呢 看起来很腼腆 可是一谈起石雕不得了 坎坎而谈我们的向光华向老师 主持人好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好 是 这两位老师其实今年都 又很荣幸入围我们花莲 国际石雕艺术季的户外创作营的部分 那其实他们不是第一次 两位都是第二度 第二度了 那我们的冯老师呢 是在上一届2017年的时候 有一辈子第一次入围的时候很开心 那今年再次入选又很开心 那向老师是在2009年的那一届 隔大概11年左右 有十来年了... 所以上次也是很高兴很... 这是全世界各国的 这些征见者当中角逐 然后你入选了很开心 那又隔了这么多年的努力 今年终于又有机会可以入选 所以现在这个时刻呢 其实从10月24号开始到11月22号 我们的16位知名的国际级的 这个石雕艺术家 就在我们花莲文化局的园区旁边的 文艺路上面就现场创作 让所有的喜爱石雕艺术创作的朋友 可以就近 可以直接站在你们面前吗 可以的 可以喔 就直接站在你们面前嘛 对不对 就看看石雕艺 他怎么样把一颗原石标塑 利用各种的器具 利用他们的创意 他们的设计巧思 还有他们的力量 能够把这个作品呈现出来 所以一个月的创作期 老师很难吗 有...有点压力 有点压力 通常这么... 这么大型的石雕 在这么短的时间他们有一个限制的 期间里面要完成 这也是对石雕艺术家 也是一个挑战 挑战 也是一个挑战 在一个月的时间 要把这么大型的作品 把它做最精彩的 把它完成 是 老师你的作品多大 你的作品多大 差不多长宽 长差不多1米8 1米8 寬1米高1米3 是 长宽高好高喔 比人都还要高 你要创作的时候都还要爬梯子咯 目前是不需要 现在还不用到这样 因为我们的作品 它的高度不高 它要1米3而已 不会说很高 不会说很高 站在地上就可以试作了 是 你的部分是 自己设计的图层这样子 好 那向老师呢 你觉得这样一个月要把你的设计的作品完成 对你而言是轻松还是觉得很超 其实基本上它都是一种挑战 对对对 因为我们像实雕 实雕的创作比较不像一般创作 因为它必须要有体力 还有耐力 噪音 事实上它是一个相当 相当刺激 而且又觉得很有成就的一个创作 尤其是我们在做的过程有一个 比如说初胚的阶段 对 那我们预设大概一个礼拜到10天 是初胚的阶段的时候 每一刀下去的时候 它是大块大块的取下来 对 事实上成土碑啊 事实上那个整个的过程 事实上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很刻苦铭心的过程 是 那老师您的作品多大 这一次的作品 我的作品长度大概在2米3 长度2米3 那本身比较厚 厚度大概在95 那高度 基本上还是属于横方向的 高度跟冯老师一样 大概在1米2左右 所以你是属于横方式的作品 这样子嘛 好 所以其实两位老师 接触我们的实雕这个创作 其实几十... 我可以讲几十年了吧 老师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 将近... 因为我们是科班出生的 我们是科班 我们是学院的 我们是从工艺品转型过来的 差不多接触差不多 年轻差不多30出头 30出头的时候接触的 所以现在已经几十年了 三十几年应该有 三十几年有了 那向老师更久远了 向老师您更年轻就接触了 其实我应该在当兵前嘛 我当兵前然后从初中到高... 我当时念夜校 那念补校 那事实上高中... 在当兵前就把 还是走的是传统工艺的一个 学习技法 然后一直到退伍之后 开始就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那跟冯老师也很像 因为我也是非学院的 那当然我们的过程也经过了 比如说我们会自我要求 我们可以透过画廊去画素描 然后自己去捏陶土 自我要求 然后参加全国的比赛 进而有一个基本的成绩肯定之后 然后我们开始 我跟冯老师开始就参加 国际性的比赛 一开始是 当然是那个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花脸就是 所谓的石雕吧 就是以工艺品为一个 为一个普遍性的 什么烟灰缸啊 什么的 那时候 我弟弟那时候 他也是从事石雕 但是他是专门就做代工的 代工 帮老板代工 那个时候我一退伍下来 几年里面 就是有一日在接触这个层面的朋友 都是师傅 然后老板请他代工 然后我弟弟也是 本身也是其中的这样子 然后我就看他们在做 觉得很好玩 那个时候就 下定截心就去学习这样子 就学习 可是你看到的是 代工感觉像比较制式化 就是把东西四四方方 然后一个可能做十个 一百个一千个 可是把它转型成一个艺术 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转折 因为我们不是学院的 那我们这些来演当然是 这些困扣的一种想法 当然是来自于 要感谢花脸县县政府 跟花脸县文化局 给他们结伴这么多借着这个 国际时代创作人 然后把外面的这种艺术家 来跟我们花脸做交流的接触 然后我们慢慢就打开了这种 这种视野 原来石头还可以 还可以这样做 用这种方式来呈现 是 而且把自己的想法 也不是老板的意思 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想法 然后把它 从石膠上面把它 把它刻出来 表现出来 然后跟观伤者产生共鸣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改变 是 OK 从本来只是看人家在做代工 制式化的一个成品 然后发现我可以加入自己的创意小石 就是把石头变成另外有生命的感觉 应该是这样讲 是 没错 是 那向老师您呢 您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去接触到石雕 然后开始就觉得 我好像就一头栽进去吗 应该想从小对美术就很有兴趣 那那个时候想说 就很有兴趣 然后音乐也很好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开始接触石雕的时候 我刚好那一个负责的那个老板 他本身是 是国立专毕业的 所以我变成跟他这三年 学的比较正统的一个做法 是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对 那本身喜欢美术 又熟悉了石雕的一个工作跟技法的时候 那当然 当然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都做工艺品很多 那是量取胜的 我觉得用量取胜是辛苦的 而且是枯燥 比较枯燥 那最后自己知道 既然美术我们喜欢 我觉得应该走自己的路 我就开始创作 那想说自己来设计东西 自己来创作 然后试着来让它精彩 然后进而就是 然后慢慢就开始 就多看别人的作品 然后多参加不同场域的一个交流跟比赛 然后慢慢提升自己 大概整个过程是这样 是 OK 所以两位老师都是一开始接触这种创作型 就是碰石头了吗 还是有之前有别的媒材去接触 一开始就还是直接就进入石头的世界 董老师直接就碰到石头就直接走上去了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环境 周围 朋友 工作的环境 大部分都是跟石头接触 一方面也可以谋生 一方面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创意 用比较抽象的概念把它表现出来 是...所以您一开始因为家里工作就是代工 你刚才讲代工嘛 那向老师呢 您也是一开始美术 可是一般美术不是开始 花花水才是我们的开始 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以前 念书那段期间 几乎都是常常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 就是...写生也好 或者是敬目也好 那个时候我们都常常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 那就笃定走艺术创作这条路 那真的讲我们花莲其实 我们花莲就是石头 就是我们的矿...我们有我们的石矿 对...那刚好那个音源碰到之前那个老板 因为他也做得很好 那我知道他除了做工艺品以外 那他还是有接着做 北区应该讲几十年前 就是北区那边有一些像设计的东西 造型的东西 在那个工厂也有在做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有接触了 那就觉得说其实艺术创作是我 这辈子要走个一条路 所以你后面就全部专攻石雕吗 还是其实其他的艺术的材质 你都有接触 其实还是以石雕为主 还是以石雕为主 OK 所以两位老师其实都有 三四十年以上的这个 石雕的接触史 接触史三四十年 那所以我们花莲国际石雕艺术 是以25岁这样比起来 跟你们比起来还算年轻 所以两位老师也是石雕季开始的时候 你们就已经都接触到了吗 是 没错 冯老师是 向老师也是吗 一开始 你觉得我们站在真正的 在从事石雕创作的这个 工作者的角度来看 你觉得25年来 我们花莲县政府在举办 这样的一个石雕艺术技的活动 它是不是有成长 或者是说你觉得它有稳扎稳打 还是你觉得 其实你们走遍了世界各地 你觉得我们花莲 是不是还可以再怎么做 这是不是冯老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觉得呢 在我个人来讲 我当然是希望说 文化局能够长期持续的来办 像... 能够像那个 意大利的威尼斯的双眼展 或者是像圣保罗 巴西圣保罗的双眼展 他们都是百年的这种艺术文化活动 那当然我们很期许啊 期许说 我们花莲的国际时代艺术技 能够有历史这么悠久 百年招牌的这种艺术文化活动 那对我们花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观点 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亮点 对 是 您刚刚讲到那两个外国的那些双眼展 他们的历史都多少年了 都百年的 百年的 那我们25岁还算很年轻 还在努力成长 那种这么大型的 这种这么大型的 而且这么长久的 在世界上都很文明 很有名 很有名 那我们花莲 虽然说现在目前是25年 然后如果说新政府 文化学能够这样子 我们花莲能够这样 坚持下去 继续文家文打 对 然后变成一个百年的 花莲一个招牌 对我们花莲人来讲 就是一个很大的荣耀了 是 所以老师是很期许他继续 25年 50年 75年 100年走下去 那现老师呢 你也都在世界各国的 这个创作营或者石雕活动 你也都有去亲身走一下 体验一下了 对 我之前有去过西班牙 西班牙创作营 还有土耳其创作营 是 那刚刚有提到国外的创作营 其实 一花莲到2002年 12届的这个国际石雕到现在 其实我觉得可以做一种检视 所谓的检视就是说 现在这16个作者 我个人会觉得说 因为花莲办国际石雕 我们有看到每一届的 我们跟国外的不同的石雕家 我们做交流 大家一块能够讨论公正 那经过了12届的今天 我发觉其实台湾的这个石雕 其实它已经到了一个相当 相当高的水准 因为我在国外我常听他们说 其实台湾过去的创作营的学生 他们都很欢迎 第一个很专业 他们抓的速度 速度非常的平稳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非常的俐落 那外面对我们花莲的国际石雕 包含我们这边的所谓的石雕家 整个的印象都非常的好 而且对我们都非常的客气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这个真的是 可以说是帝邦 包含就是说 我们讲说文化 文化比较 就是上级单位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一个几十年下来 真的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成果 那事实上这16个现场的作者 到11月22号的时候 一定会交出个亮与的成绩带 是 OK 所以其实这25年来努力 它不只是慢慢要打响 我们花莲国际石雕艺术记载 在国际石雕界的知名度 其实也培育造就了很多优秀的国际人才 所以我们的 从台湾出发的这些石雕家 走到世界各国的厂 刚刚不管你讲的什么双连展 或者是哪一个国家 哪个地方办的石雕艺活动的时候 其实他们一听到 喔 来自台湾的石雕家 他们都觉得很棒 很优秀 然后也很肯定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 慢慢必须要花时间 这要花时间培养對不對 对 没错 有这个成绩很难得 很难得 而且25年就可以营造出 这样的一个知名度 跟这样的一个成效 其实算是很快對不對 是 应该绩效是很好的 是 非常好 因为它的 能够持续这么办 是因为它有几个因素 因为譬如说外国人 很喜欢来参加我们花莲 他们很喜欢来 最主要是他们很喜欢来 对我们台湾的 对我们台湾对我们花莲 这个所举办的 花莲国际艺术祭 是非常的齐学 而且非常想要来参加 对啊 争相 争戒 对... 然后只抢16个名额 对 所以很难 每一次来...来参加 外国人 外国作者来参加 都是上百位 对 上百位只选16位 就是优秀的石雕家人 对 所以这非常非常难得 是 所以我们也知道其实一个月 一开始两位老师都说 其实一个月要完成这种大型的 比人还要大的一个大型的一个户外作品 那其实它的前制作业 跟这个真正开始开角 10月24号 开始下刀那一刻开始 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体力耐力的考验 这个挑战 老师 今天已经开幕开始做的快四分之一了吧 有 有 快四分之一了 感觉怎么样 来 感觉一开始当然粉塵 噪音 这些当然是会比较累 比较累 但是在工作当中 我也看到自己的一个过程 辛苦的过程 能够看到自己的一个辛苦的过程 但是能够看到一个月后 我的作品 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感觉 能够把作品完成 这个过程 我们很享受这个 自己也很期待自己这个催生的小baby 可以赶快拔击出来对不对 那宣老师呢 您开始10月24号开始到现在 我们有工作的时间限制吗 有 有喔 他不会叫你没日没夜的做 没有 因为他有 比如说他供电的时间 有固定的时间 他也怕你们太累 对 所以不用进场 包含结束的时间 他都有固定的一个时间 所以到现在 您现在的进度如何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我现在进度 基本上都在掌握的进度 那就是说整个的过程都很开心 有时候看看自己再看看别人 这是一个很大的享受 也可以去走一圈去看看别人做哪里 对不对 因为很累 很在休息一下 去走走看看 忽然间 我赶快回来再补一补自己的这样子 所以其实任何一行工作 任何一件事情 甚至于是任何一项的艺术过程 其实它有它的专业跟它的难度 不是我们以为说 就石头要磕一磕 我怎么样钻一钻 切一切 你给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切 对不对 而且我们这么大的作品 如果刚刚你讲粗胚 从它的型开始粗胚 就要开始先切嘛 有没有预告过那一种 不小心一切太多 这怎么办 老师会有 你们这老师集 应该不会有这种事情吧 这个还是在曾经学习的过程中 会发现过这样的事 像老师有吗 在学习过程中 这次应该不会有 像在之前的过程当中 因为基本上像我们如果说 国际石标正式开打的时候 进场的石头都是经过 比如说文化局 或者是得标 比如说这个 负责这个的厂商 提供石楼的厂商 基本上都有一个相当的一个审查 跟...跟看过这个石头 所以他拿到现场的石头 我们等比放大的一个量体在现场 基本上石头都是 比较没有瑕疵的 对...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大壳可以大力的垂 大力的切 都不会担心说 会...会磕过头 这倒没有这个顾忌 不会这样的顾忌 对... 反正你每一刀就很准就对了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 刚刚老师提到什么粉尘啊 噪音啊 我也有曾经到现场去拍摄过 真的是不得了 那个石头家里面 好像都要戴防毒面具是不是 全身包起来 我连我的摄影机 过去一分钟 全部就是变白色的 我摄影机黑的变白的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坚信的过程 在这个 所以... 难免在这个 其实十二届以来 我们也换了很多地点 我们曾经从海边开始 然后也走到烟场去 也走到浮艇路去 然后也走到哪里去 就是本来是希望可以跟民众亲近 让大家不用跑很远 就可以看到石雕家的创说 可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 老师刚才 你们自己都要包成那个样子 就是石雕一切下去那个粉尘 就一定会有 还有那个声音 机械的声音 这一部分 老师是不是觉得 这就是一个石雕它特色所在 也可以我们把它往正向思考讲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它的特色 这一次文艺路是第一次 新的一个创作地点嘛 整体来讲我是觉得 还是比过去要理想一点 因为那个地方毕竟 纯民间的住宅还是比较少 比较少一点 还有点我们通常在 从事现场露天创作的时候 实际上它真正 本层比较厚的过程 大概在前面的十天左右 那种丑灰 丑灰比较硬 那个时候的灰尘会非常的大 对 然后慢慢进入到中灰 相对的我们在创作的过程 我们也会有大的机具 大的手提具 慢慢的机具会越来越小 那相对的 我们体力的支付也越来越 越来越 越比较不会那么样的 那么考验那么累 因为我们讲从初的做完 接着要抓中的 接着再抓细的 相对的灰尘也会 也会比较少 对 那我发觉其实现场的 现场的厂商 他们对现场的环保啦 甚至有时候整理本层啦 有时候用 都有专人在现场做 是洒水还是拉房 洒水 然后整理地面 这个部分他们是做得蛮到位的 所以今年有特别加强这一部分 所以跟相信朋友来报告 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石雕艺术剧 真的本来是很开心 敲罗打鼓 举世同欢 大家好开心 终于又迎接了 我们的花莲国际石雕艺术剧 那相对的 当然在创作过程中 会有噪音啊 会有粉尘 可能大家会担心说 这样会不会对环境不好啊 然后吵到民众 那我们这次 特别把位置移到 就是文化区园区 几乎就是文化区自己的场域 那周边的住家比较少了 比较少 那刚刚老师提到现场 还有做这个污染防治公司 在现场专责 就是撒水 扫地 然后清那些石雕灰 石雕灰是这样讲吗 所以其实也尽量努力在把这个 对民众的影响降到最低 那希望让所有的相亲好朋友 到现场去参观 去看看老师们这个 十分霸气 英俊霸气 有力的这个开凿过程 然后也可以感受到这个 石雕创作的魅力 那我们现在最近天气 稍微凉了一点了 老师们 你们在海边创作还好吗 OK... 衣服要早上穿一点 像老师说很怕人 要早上穿多一点衣服 我是觉得只要不下雨就好 不下雨就好 有一点风我觉得很好 因为它瞬间会把那个 尘土直接就 瞬间就看不到 看不到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创作 所以这一次 今年很可惜 就是一些国际的 外国的 进不来的 就没有办法来 那可是我们一样是征选了16位 一样都是像我们老师一样 这么有名 也都在国际间 都是很有知名度的这些 目前还在台湾的国际石雕家 然后请他们16位 一起在我们的这个花莲的 海岸边来创作 老师 你觉得那这次的阵容 你是不是觉得 都看到我们自己的同胞国人 感觉更兴奋嘛 老师 你觉得呢 对 這個有亲切感 亲切感 虽然说上界跟外国人 因为我们本身英语的程度 也不是很好 要互相要交流的话 也是要透过翻译 翻译 对 有一点点不太方便 比较没那么方便 但是现在 今年就是全部都是我们台湾的 交流上 或者是 本来我们就以前都有熟悉了 在 拿到 拿到在一起的一个场域里面工作 然后互相可以聊聊天 累的时候可以聊聊天 讲讲话 互相的观摩 对方的作品 是 互相的来教育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 是 也不感觉还不错 像老师呢 你觉得呢 这一次都是好兄弟一起创作 刚好也是 我们说疫情的关系来说 因为就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才那么难得 都是本国的选手 对 那我觉得他们就有人说 好像同学会 真的 因为很多都是熟悉的朋友 很近很熟的朋友 那我觉得这一次 其实有一个很特别 也是很特别的一个体验 大家这样那么熟的朋友 大家一块创作 事实上是一件很幸福 很快乐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 这感觉就是我们 国内的石交家的一个机会 晋级的机会 本来一半以上的名额 可能会被外国人想走 然后这一次他们不能来 他们不能体验 可是这一个月的时间 绝对是让我们这十六位 现场创作的艺术家 再一次的能量精进 因为你多做了一次就是 比别人再多上进一步了 而且这一个月的过程 一个月的挑战 跟这个琢磨 其实这个就是 给我们的艺术家们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充电的时候 其实它也兼具了一个 全面性的一个教育 文化需要涵养 对 这么大场次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 那么大的一个县市 我们开展这么大的一个展览 我觉得它是有达到一个 这个文化教育的一个 相当大的一个作用 一个作用 所以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不管我们是花莲 在地的乡亲 或者是你外线市的亲朋好友 就邀请他们在这个时候 来到我们花莲 亲自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这个石雕艺术家 他们创作的利与美 老实说真的 真是体力跟耐力啊 这个石头这么坚硬的东西 我们要能够把它切割柔美 变成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巨型的艺术品 很大 不是小小的 所以这个过程真的是很辛苦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还可以跟石雕家们聊聊天 我觉得那种感觉其实是很难得 现在是三年一次 上一集节目当中 王彪老师说 根本就已经是奥林匹克级的了 奥林匹克级等级的了 所以这样难得的一场盛会 就在我们花莲这个地方 我们自己在地的相亲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 感觉说 我们花莲的国际级的石雕艺术记 我有去现场 感受一下到场打卡按赞一下 也很不错 好 那今天我们也很期待 在11月22号的时候 也可以到现场去欣赏 两位老师 你们的这个作品 你们很期待 我们也很期待 老师应该心里也很期待吧 这集也很开心吧 每次这个作品完成的感受 是不是跟大家分享 完成一件作品 心里的感觉是什么 当然我们作品做出来 希望能够跟观赏者一个共鸣 互相再来产生一种交集 所以说很欢迎花莲的乡亲 能够这段期间能够到现场 来跟我们石雕家们加油 打气和鼓励 是 OK 现老师呢 每次看到你完成一件作品 内心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就我觉得其实小作品 小作品基本上它是在小空间聚焦 当一个大型的作品 它在大的空间聚焦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很精彩的 那我个人有的时候 当一个作品在一个 恰如其分的点放置的时候 而且360度都可以看的时候 甚至可以触摸到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一种感动的美好 感动的美好 是 好 而且我们这次一次 有16件作品 16件巨型的作品 可以让书的乡亲一次看个够 现场去感受那种壮阔的喜悦 那所以石教家们辛苦了 我们要搭气哪去帮你们加个打气 帮你们递茶水 送咖啡 送饮料 帮你们鼓励一下 那也希望这样子的一个 花莲国际石教艺术季 能够一届一届的持续下去 现在25年 刚刚洪老师说 一些世界有名的都是百年以上 也希望我们的25岁的石教艺术季 可以继续成长茁壮 很快变成百岁人蕊 好 那今天很谢谢两位老师 到节目桌跟大家来分享 也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石教家们的创作吧 谢谢老师 谢谢 拜拜 谢谢